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说她想问你 就你有没有一些 就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比较大的那些问题 就你觉得哪个是 什么问题是大问题 大问题 对 你觉得世界上的大问题是什么 但是确实没有这样很详细的想过 他说有很多大问题 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比如说 什么可能 比如说 比如说 什么可能 什么可能 比如说 很久以前 可能在藏区 很多人都觉得内心非常幸福 然后他们的幸福值可能更高 但是 随着当下一些现代化的东西的进入 他们可能享受到的一些现代的东西 越来越多 但是 每个内心的幸福值 在下降 他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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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前 可能 Tibeta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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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inese 他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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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久以前 是什么时间段 但他觉得很 就是 藏民们觉得好像很幸福 大概是什么时间 这个很难有 有的很明确的时间段来 因为不同的藏区 它这个 发生的变化的情况都不一样 但主要是 大概是近十几年吗 还是 对 应该是 二十年 二十年左右 三十年之前 之后 在我的印象上 他说 他说 它是很困难 某个年代 因为 不同的 Tibetan 地域 认为 不同的 Tibetan 地域 中国 但是 他说 它是 可能 这两个 三个年代 所以 对 是 对 对 对 的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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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